Hello,大家好,我是三浦,欢迎大家来到三浦论政这个节目 我们今天继续讲关于这些司法的案件 黎智英的案件我们迟些再讲 我们今天继续讲关于721案 这个721案我们都很关注阿婷和各位被告 他们面对一个叫陈广池的法官的时候 究竟有什么的一种说法 而我觉得陈广池除了不断地说 这么多人看你,啊,你开不开心啊 不开心就不开心,比别勉强的过问 歌仔大家都唱啦 所以我就说,问开不开心 究竟跟这案件有什么关系呢 这么多人在这里看这个直播 究竟开不开心呢,问阿婷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其实你已经有一种成见在里面了 就是在挑衅 就是你整件事就是说 你做了一个叫做控方的角色 去问问题 整件事基本上是一个unfair的trial 这个显然是有不公平审判的审判里面 但是他讲的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是发觉到这个不公平审判是越来越多 我就说,今天去到第33天审讯呢 就是昨天去到第33天审讯呢 就是昨天去到第33天审讯呢 我就觉得越搞就越离谱了 就是这个陈广池法官讲的东西呢 我觉得已经去到很荒谬的地步 众所周知就是19年的 就是根据亭罕的报道了 19年的721港铁元朗站发生袭击事件 就是721不见仁那件事件 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被指和另外6名男子参与暴动 7人否认暴动罪 就在昨天20号在区域法院逐审 次被告于家豪 于情庆的于啊 于家豪 开始接受控方盘问 控方说于家豪呢 就是向白衣人叫 来呀,come on 那时再来呀 睁大双眼 微目挑起 情绪激动 于家豪就说 不想让他觉得我们弱过他们 就是事强 事强 才会派出不怕事的模样 法官陈广池说 留意到于家豪正在笑 说你要笑 come on 来呀 笑一下 至少爱人体是有兴奋状态的 是由爱而内 由内而外的兴奋状态的 于家豪同意 看来好像兴奋 但实际上只是想扮不怕 喂 你有没有做过戏的呢 是不是 就是叫做皮笑肉不少 是不是 陈广池 你就说人家 至少爱人体是有兴奋状态 皮笑肉不少 扮不怕 come on 来呀 那你就有少少的 小丑式的笑容 哎呀 兴奋状态 那人家于家豪都跟你说 看来自兴奋 但实际只是扮不怕 那代表于家豪的大律师一道质疑陈广池有引渡之业 喂 你这个法官有引渡哦 即你不 基本上你今天不是引渡之业 今天不是你引渡之业 即是控方 即是引渡陪审团错误 法官要制止 今时今日呢 辩方的律师制止法官引渡自己有问题 因为是回审团嘛 即是说你的法官是偏袒哦 是不是 那么陈广池反致说辩方 宽己律人 你对自己这么宽厚 对人家呢 就非常严格 是你有问题 那说明给你知 这宗案件的结论已经写在墙上了 控方继续说了哦 余家豪说两个打一个 你控方一个 啊 魔鬼队 做一个求证 法官 都是魔鬼队的 你怎么打啊大佬 控方继续说了 余家豪呢 声称杂内人士 互相保护 是不是意味着 不会独自对抗白衣人呢 那么余家豪答说 只有我自己一个的话 我转身跑啦 因为我有我女朋友 有其他老弱婦孺 厕所有受伤的女人 那一刻我不可以转身跑咯 要做回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咯 喂 这个是很真诚流露啊 陈广池竟然说呢 你有少少性别歧视 见不见不是你女朋友那个女人 保护着你的啊 你 她推你向后 不只是男人才保护到人 女人都保护到人的嘛 这个就是陈广泉 喂 你今天人家讲的 我是保护着弱婿 有女朋友 有老弱婦孺 受伤的女人 过一刻做男人不可以跑去 这个点不是 她是不是男权至上 是不是违反女性主义 是不是 是不是性别歧视 this is totally irrelevant 现在讲这件案件的重点是 她要保护人 跟着你陈广池竟然说呢 哎 见不见你 不是你女朋友那个女人 她在保护着你的 她推你向后 就是女人都在帮你 so what 就是证明到 那个余家豪是想保护弱婿 但是有一些女人都很坚强 很光烈 很勇敢 保护她回头 但是这个否定不了 我愚家豪想保护她女朋友 老弱婦孺受伤的女人 有没有逻辑的呢 还是只有中国逻辑呢 是吗 我保护A 然后有个B想保护我 否定不了我想保护A 行不行 那么基本的逻辑 我想你陈广池是什么问题 他还说人家性别歧视 这个转移焦点 完全没有性别歧视 有什么问题 那你做男人 保护女人 那你说 这个是性别期待 我们这个社会有社会的性别期待 那些女权分子 性别平等的那些就说 一样互相保护 结婚又可以 那我想 你可以继续这么说的 那人和蟑螂是不是可以结婚 你侮辱女性 我问你人和蟑螂可不可以结婚 你说侮辱女性 女人和蟑螂可不可以结婚 你侮辱女人 我说男人和蟑螂可不可以结婚 你说你不把女人摆进去 你说完了 是不是 就是我只是说一件事 人和蟑螂可不可以结婚 那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就说你众生不平等 你对生命事为什么 你人和母隻追动物可不可以结婚 我爱他 他爱我 不要说那么复杂 你人和狗可不可以结婚 人和猫可不可以结婚 你爱他 他爱你 不用爱 子妃如安之如之乐 可不可以结婚 Yes 大爱 第六代人权 第十四代人权 Very good 我只是说这些人就继续说 你就算你有不同意认同 已经不重要 That's irrelevant to this case OK 这宗案件要审判的重点 问题的重点 继续都和这个无关 OK 那他 你觉得他是保护女人 So what 那为什么说我要保护女人 就是我歧视着男人 亦向歧视着男人 是不是 那你在说什么 陈广辞 是不是要鼓励 余家豪要保护那些男人 就是我觉得这个 这是什么法官 是不是 讲一场西安城 次被告余家豪安法时34岁 现年39岁 继续自便 庭商波峰林卓廷 阿廷在Facebook的直播片 显示白衣人在车厂袭击的情况 有人多次大叫 不要打 没清楚谁打谁 难道我们看到 踏车的人去打白衣人 的白衣人不断打 不断打 那些车厂里面的无差别攻击 无冤无仇 三不识七 不断打人家 这些不是恐怖杂击的 是什么 代表余家豪的大律师李白秋 在昨天 就问到余家豪当时的感受 余家豪直言好绝望 其实困住在车里面 他们塞住的门口 不断打车里面的人 避都没得避 走都没得走 现场的女士小孩在哭 感觉好像恐怖袭击 不断有人哭 大叫不要打 余家豪说 当列车开出之后 有人安抚哭泣的女士和小孩 另外有人 帮伤者简单包扎 余家豪也听到有居住元朗的人 商讨如何回家 辩方最后问余家豪在案发前 是否认识林卓廷 余家豪说只是知道对方的立法会员 并不认识林卓廷的 余家豪在案发前也完全不认识同案五名被告 即是基本上没有合谋 没有合谋 OK 他并不是合谋地做 即是简单来说 这班是素未谋面的人 在那个情景之后变成了共同被害人 控风接着开始盘问余家豪 由高级检控官程慧明副手 高级检控官岑永恩负责盘问 这些名字记住在以后的历史史 这些耻辱博物馆会有他们的名字 控风说余家豪曾经在乘机前 前面向白衣人说 来呀!Come on! 当时余家豪双眼睛大 余家豪说当然有 控风继续说并非普通的睛大 而是增大 不是睛大而是增大 各位 大家给一个睛大的眼神给我看 那请问有什么分别呢? 不是普通的睛大而是增大 神永恩你真是几厉 你应该说不是普通的睛大 而是睛大得很大 根本不是说不是普通的睛大 而是增大一只眼睛 并且问 睛大眼平时都是这样? 余家豪说 我睛大小本身是这么大 答得真好 very good 控方继续说 但余家豪的眉毛似乎向上挑起 余家豪回答当时的正在说话 并说控方以截图来提问 是不太准确的 你没有整个全程的纪录 你只说一秒钟 你刚才截了我的图 就说双方轻挑 你可以这么说 但你要全程的纪录 否则你截一个图就是misleading 你不put into context 控方继续说 当时余家豪情绪激动 余家豪同意有别于平时的状态 因为当时白衣人症恐吓宅内的人士 他不想让对方知道自己害怕 也不想让他觉得我们约过他们 因此摆出不会这么怕事 这个时候 法官陈广池 关注余家豪招手后再拍一拍手 他招手之后再拍一拍手 问余家豪为什么要拍手 我们真的根本上已经是micro scrutiny micro management的一个位置 你招手之后问你要拍手 为什么要拍手呢 余家豪说 他招手纯粹配合他所说 但没有刻意思考拍手有什么作用 这个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陈广池继续问 我不说他是法官 是陈广池继续问 你同不同意 你那时候是好像很兴奋 兴奋到你女朋友要推开你 你说什么呢 兴奋到女朋友要推开你 说什么 不明白 很兴奋 兴奋到女朋友要推开你 你用只手 拌开你女朋友 兴奋到女朋友 兴奋到女朋友 是笑死了 自制恶人看到有兴奋状态 你已经有定见了 你老屈 你屈飽它了 如果同意 看来好像兴奋 但实情是想假扮到 我不会怕 看来好像很兴奋 但实际上是假扮到我不会怕 因为你要 show your strength 你在那个情况之下 不可以退 即是你在那些动物 襲击人 尤其是狮子老虎 炮 如果你在那个地方 一见到狮子走 一定得到你 你见到狮子 你跟他好像平等二代对待的话 他就慢慢 扔住你 看到你的眼神 于是你就走开 你不要动 即是用坚毅的眼神 看着狮子 还有一半的机会你存活 你走老 你一半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瑜伽豪 是有基本的认识 你要用坚毅的眼神 兴奋的状态 扮到他不想怕 扮得像不像是另一件事 是他的心跡 余家豪同时澄清 江明推开他的女士 并不是他的女朋友 当时紧接有白衣人 姚子示牌 几乎撞中女友 所以他才会 就是 叫做 定开江明女士 赶快前往保护女友 这个陈广次问完之后 他说不好意思 他说不好意思 即是 文言之后 说不好意思 然后代表 余家豪的大律师 李白秋 一度暂楼 质疑 你说兴奋 兴奋 就是这个 不是他说 是这个 陈法官说 就是顺着这个 陈广池说的 那么 这个辩方的律师 李白秋 为这个 余家豪去讲话 他说 他质疑给 陈广池 讲的兴奋 覆盖的范围太大了 又质疑陈广池 看来好像 在lead 在引导的证人 其实 这件事不是lead的 控方才会lead一个证人 现在法官 是lead给谁看 不是lead给陪審团 是lead给自己看 基本上你就有成见 prejudice prejudicial unfair trial 收皮 不专业 吃室米 读屎片 落地狱 陈广池 是吧 陈广池不解其说法 明言他是以法官的角度提问 是啊 法官的角度 你以为你自己包青天 搞头杂事后的 现在没有了 就摆明是包青天 摆明是青年尿牙 他说我给被告解释机会 我给一定机会你解释 正如被告糾正推开他不是女友 你用lead这个词 我觉得你有些似乎是 律人欢喜 或者反过来 律人欢喜律人 你自己经常lead别人 你骂我 我不解释 我只是说我给了机会他解释 你又这么坏了 是吧 就是很多人就是说 你 就是 你为什么不帮香港人 做这么多东西 其实讲话那个都没有帮香港人 是吧 讲话那个都只有嘴炮 是吧 就是坐在闭上 你不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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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么 你三普做这么多节目 你帮过什么人吗 其实那个人什么都没有帮过 他就是说 你做节目 就是说 你做节目做这些 没有意思的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其实他说 他骂你那些 那些都是没用 useless useless rubbish 我说的 起码 就算useless 都是起码 讲一些真话 给大家听 他那些是rubbish 大家要知道 有些这样的人 就是叫做 在这种亢奋之中 有拆台 那你不喜欢 他就不听了 你就做一些 比我更有意义的东西 那我会 多谢你 是吧 我虽然有很多探监师 那些什么鬼 人都更好 但是这些 这样的讲法 就是转移焦点 focus在A的问题 你转移去到B的问题 法官被人家 辩方律师质疑 你是有 在Lead 引导正人 你就觉得 拆开话题 我哪里 我给了机会解释 不就证明 他不是他女朋友 你用Lead这个字 就不对了 你自己不是更坏 你自己更坏 这句话 就是转移焦点 是吧 那陈广池重申 欢迎任何人 糾正他 我现在 我是人 任何人 是包括我 我现在糾正你 是吧 他说 我不会 说小心眼 我是法官 你挑战我 我就不喜欢 哈 官呦 我是欢迎任何人 糾正我的 但我是法官 你挑战我 我就不喜欢 哈 哈 不过我是欢迎任何人 糾正我的 啊 挺有趣的 李白秋 余家豪的律师 就说 我只是澄清你 你立刻给陈法官 陈广池打断话 你不是第一次的了 对法官来说 麻烦你说 法官国下 哇 挺有官威的 我只是澄清一下 那你应该要说 你应该要说 法官国下 啊 这些没礼貌啊 你顶心顶肺我 我就 刮你 我是法官 你挑战我 我就不喜欢 你不说法官国下 啊 就冤枉你 这个法庭 我带了 但是 陈广池 接着李白秋 障后表示 本无意再提及这件事 但是呢 陈广池这个时候 他质疑 大律师 不会无缘无故暂立 并指出辩方 可以提出反对或申请 如果有胆量 更可以要求法官撤回问题 甚或提出让被告 再次解释 李白秋听完之后就说 法官国下 当然对了 是吧 你说法官国下 你又要不被人挑战你 又不被人糾正你 你又可以挑战他 但是不被人糾正他 你是可以被人糾正他 但是你不可以挑战他 那么 当然对了 你最聪明 聪明你最聪明 但是 历史超级博物馆才处理你 一陈广池 所以我就说 这些人作恶多端 但是他们会面对相当惨酷的下场 控方接着继续提问 说余家豪当时 扮不惊 吓回他们 有对立和反抗的状态 余家豪呢 就是重申 只是想阻嚇白衣人 不要入习 控方就说一个人无法阻害他们的 余家豪同意 并且说如果只有我一个 相信立刻被人打了 控方说 因此余家豪早前公称 如果习内有越来越多的黑衣人群体 就不怕白衣人人入群体冲入了 辩方一度反对控方以黑衣人来形容习内 而且因为那个地方不是黑衣人 好的 习客 控方重申 如果就如果开案陈池 一如开放开案陈池 黑衣人只是统清 没有任何扁宣的意思 这个是荒谬 不是扁宣的 那班和黑衣人无关 不要定着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这个大壮所说的一句话 陈白秋所说的 那不是黑衣人 那班是习客 你们无差别攻击这班乘客 余家豪就认为以赴费区里面的市民或乘客 来形容比较适合 对啊 又说这里就是片段画面 好不幸的 只有我一个是黑衣 如果这样形容 是白衣人群体 基本上就是完全不可以用黑衣人来商定 这班这样的乘客 控方就说 既然余家豪说 杂内人士互相保护以其高度 你应该不会独自对抗杂外的白衣人 余家豪说 开始那句话了 你有少少性别歧视 见不见不是你女朋友的那个女人保护着你的 他推你向后 不只是男人才能保护到人 女人都能保护到人的嘛 哇 这样也行 陈广茨 这个人开始化烂窄 就是被人叮了之后 就哇 起降 跟着之后呢 想事都完全失常 所以我说呢 这个人应该最后 光复之后 主形成形之下 这个人会被送入青山 很容易这些人呢 基本上是瘋的 他现在都瘋了 不是crazy 那么简单 是immoral 邪恶 不行公义行邪恶 与魔鬼为判 没有逻辑 只是自己的面子 去插人家 判人家坐牢 以后这个陈广茨 转型正义光复之后 他所判过的所有监 分歧执行 全部跌家 就是他所有刑法 一万年就一万年 十万年就十万年 将他所有资产没收 就是他们要在监狱里面 所有吃的东西 完全用他的钱 不要用其他垃圾的人 只是处于处于 这些人 他判几多的人单独囚禁 就是单独囚禁 判几多人入大棚 就入大棚 几多人要入水办房 去睡这么多日 This is my work 我说了 这件事的话 是fair reciprocity fair 对等 尊严 将他们 承之于法 在送他们到地狱之前 接受人间的惩罚 就算没有人间的惩罚 都不怕 我相信 他们会接受上帝的惩罚 控方也说 集内其他人也都和余家豪一起对抗白衣人 余家豪说不会以对抗来形容的 你不要经常说对抗 对抗命运 但我永不怕崖 不是对抗 我们被人袭击 怎么对抗呢 你不要夸我 他说我相信我们都是受害者 需要保护大家 集内人士比较前面一点 可能会强硬一点 OK 后面很多市民很害怕 后面市民是不停打狗狗 This is the fact OK 控风说 事实上 如今后不会独自行动 是意义与其他人一起行动 如今后重新 不认为集内人士有合作 Yes 因为他们是一帮 互相不识的乘客 控风又说 集内人士共同行动 一起行一起喊 大家一起 留守 互相壮胆 并且壮大声势 这些是当时候 没有这样的事 一起行一起喊 一同留守 互相壮胆 壮大声势 被人打着 你怎么壮大声势 这群结匪 绑了这群人在地方 拿着枪指着你 不停打你 你们那群人 当然一起在那里留守 因为你被人困住了 但有没有一起行一起喊 壮大声势 但当然没有了 所以这些东西完全不同意 这个就是这宗721案件 在昨天早上的一个审判 审讯 唉 所以就是 我看过去之后就是觉得 文者伤心 听者流泪 就是我觉得 读那么多书的香港法官 陈广池 读那么多法律书的 这个检控的机关的人员 什么 程慧明也好 神永远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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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帮人落地獄 我不会觉得这帮人 是不知道什么叫justice 他们只知道 如何保住自己的官位 面子 明星 权力 金钱 以为这样可以得到 这个有关有权力者的垂青 富要即上 就是他们这一世 他们想要做的事 各位 如果在大律师来说 这帮人 最后会得到 人类的审判 上帝的审判 即使人类多堕落 他最终都会得到 上帝的审判 有信心 温存希望 见到这些事 你可以一笑自知 是不是烧不出来 哭一大论都好 但千万不要冷漠 和无感 我们一起 都会做节目 和陪伴大家 鼓励大家 想清楚 OK 好 下次再说